接著我們要跟各位教的就是要告訴各位 電阻的病聯串連公式 如果把電阻串連在一起之後 總電阻等於什麼?很簡單,加強 總電阻就是分電阻相加 總電阻就是分電阻的核 把它加起來,你可以 病聯的時候比較麻煩 病聯的公式要囉嗦 念起來叫做導數相加的導數 R1分之1導數 R2分之1導數 加起來之後它再導一次 R分之1 所以念起來之後導數相加導數 因為它比較麻煩 所以現在常常就不交 常常就不交病聯的電阻公式 但是我還是就交了 我希望你還是要會 我希望你還是把它記下來 把它背起來 我們總共交了三個 我們交了電流 我們交了電壓 我們交了電阻 每個都有兩個 一個叫病聯 一個叫串聯 請你把它的公式背起來 電流病聯串聯怎麼算 電壓病聯串聯怎麼算 電阻病聯串聯怎麼算 電阻的串聯很簡單,加強 電阻的病聯比較囉嗦 導數相加的導數 R1分之1加R2分之1加R3分之1 再導一次R分之1 導數相加的導數 這個公式是怎麼來的 我們有個推導的過程 好,推導的過程 第一個看串聯 串聯的時候誰一樣 電流一樣 所以我們就可以假設總電流是I 每個電流都是I 每個電流都是I 然後有R1也是I R2也是I R3也是I 然後電壓分源是V1 V2 V3 我們假設電流都是I 然後呢 根據我們的歐姆定律 根據我們的電阻的定義 R等於I分之V對不對 R等於I分之V 所以呢,V就等於R乘I嘛 所以呢,我們的電壓V1就是R1乘I V2就是R2乘I V3就是R3乘I 我為什麼要換成V 因為我要帶病聯串聯公式 病聯我要帶病聯串聯公式 然後呢,我還需要一個總的 全部的總的 總呢,總電壓、總電流、總電阻 所以我如果想要求總電壓 我需要帶的是總電流 我需要帶的是總電阻 然後呢,我們知道它是串聯 所以總電壓等於分電壓相加 V就等於V1加V2加V3 剛才已經講過了 總電壓用總電阻跟總電流算 然後剛才V都在帶 往裡面放 就這樣 好 總電阻乘總電流等於總電壓 然後各個叫R1 然後換這樣I可以怎樣 消掉 消掉 所以就是R等於R1加R3 所以串聯的時候是相加的 所以串聯的時候是相加的 好,那並聯呢? 並聯誰一樣? 電壓一樣 你就設電壓是V 每個壓都是V,對不對? 然後呢,有R1、R2、R3 電流是I1、I2、I3 我們就講到電壓都是V 那也一樣 歐姆定律或者是電阻定義 R等於I分之V,對不對? 所以電流就是用電壓跟電阻去算 然後呢,電流是什麼? R等於I分之V嘛 所以呢,I就是V除以R 所以V1除以R 好,V除以R1 然後V除以R2 V除以R3 就是I1、I2、I3 那一樣 你要帶的所謂的總電流也是一樣 要用總電壓跟總電阻 所以呢 所以呢? 那我並聯 並聯的時候 總電流是分電流相加 所以把它加起來 用總電壓除以總電阻 求總電流I 然後剛才講過了 你的I1、I2、I3 是V除以R1、V除以R2、V除以R3 VK怎樣?消掉 就變這樣 導數相加的導數 就是並聯公式 就這樣來 好 我解釋了怎麼來的 我當然我還有另外一種解釋法 不用計算式 就知道它應該加起來應該怎麼弄 然後我再跟你說 這樣做 背起來 然後就應用了 請問你 2加3加6 2歐姆 3歐姆 6歐姆 請問你 我串聯的時候電阻多少 並聯的時候電阻多少 好 串聯 剛剛你講串聯怎麼串 串聯要把它加起來 就2加3加6 答案多少 11歐姆 所以答案就11歐姆 OK 好 並聯呢 並聯怎麼辦 導數相加的導數 所以要2分之1加3分之1再加6分之1 OK R分之1 然後通分 然後加起來 然後 然後就出現一個各位在做計算題 常常會弄錯的原因 忘了打 因為前面很囉嗦 還要導數 通常還需要通分 你最後好不容易算出來了 6分之5 哇好好的答案就6分之5 錯 6分之5還要怎麼樣 還要再翻一次 會變成5分之6 1.2 當然這一題翻不翻沒有差啦 那答案是多少 1 1分D就是1嘛 翻不翻都裡面沒有差 但是那個忘了翻過來是各位常常會犯的錯 寫到之後就以為自己算完了 忘了把它倒過來 所以要請你注意 這就是 簡單的 運用了病聯跟串聯的公式 跟你講我怎麼做的 就是 我們的介紹 店主的病聯串聯公式 以及做一個簡單的練習 OK